老师我是想问 因为 因为你一直有强调去观察人对不对 我是 我这边是担心说如果观察错误怎么办 因为我们不可能是直接懂他记什么他记什么 我就可以直接给对的一个五行 可是如果在不懂他记什么五行的情况下 我只是单凭我的观察能力的话 会不会有观察错误 这种事情发生了 你土危机还是木危机啊 我这边这样看是水木还有火 所以木危机啊 ok 那记得不用去要一定的什么样的方向 因为你必须要去体验他 犯错是这个成长过程必然的那个经历一定要有 ok 我们不可能一定是对的 包括我自己啊我都有观察错过很多啊 那么当然从中在做结论 重点是我们从中在导引在做结论 那之后呢把下一次做得更好 我们只有把下一次做得更好为目标 ok而不是去避免说我们不会犯错 那绝对不是目的 因为我们一定会多多少少一定有一天会替铁板的 但重点是如何让自己在下一次能够做得更好 以那个为目标吧 就不用担心那么多 这样这样子的话我怎样知道 其实我是判断或者是观察正确的 啊当你要有这么当你一用 ok现在你还没有正式去用吗 对不对 严格来说对吗 嗯 所以严格来讲你还不懂什么是正确吗 因为你还没正式去用吗 当你正式去用了之后你就有结论了 对不对 要不然还是在理论内吗 那理论我们永远在技术层面吗 所以那个没有意义啊 对不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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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